第三屆台中国际动漫节 4月4日到7日在5日圣达开展 一早现场就涌入许多动漫迷 等着排队进场 不少人特别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 除了各家动漫代理商 出版社展售的周边书籍产品 还有精彩的偶像见面会表演活动等等 十分热闹 中部的动漫迷们可别错过这一次的盛会 人气VTuberC Mizuki 台中市吉祥物石虎家族的乐虎 及动漫节形象大使曼保一起来热舞 精彩的演出吸引民众真相拍照 也为第三屆台中国际动漫节热闹开场 这三年来在中央跟地方的支持之下 有越来越多的动漫业者 还有在地的原创IP厂商 纷纷加入本展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在开幕的时候 那个在地的那个植物计划 台中的VTuber的那个信心的公司 那他们就是用虚实整合的方式 然后呈现下年轻人一个 欣喜派的一个浮动 去年我是买那个鬼灭之刃 那为什么买鬼灭之刃 当然除了电影之外 漫画之外 这个作者跟我还蛮有缘的 我们在2021年都被美国时代杂志评 评为那时候次世代的百大领导 所以那时候我就注意到 画漫画的可以在这个领域 被世界认定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国际动漫节汇聚65家业者 约300个摊位共享盛举 较去年成长近五成 除了各家动漫代理商 出版社展售的周边书籍产品 还有精彩的偶像见面会 表演活动等等 许多动漫迷一早就涌入现场 前来朝圣 连假第一天了 当小朋友来逛 他喜欢谁 奥特曼 对 刚才抽了一个奥特曼 我抽到一个毛鸡 还有喜不喜欢 还好我主要是想要人物 原神的一个角色 然后它是原神是一种游戏 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戏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玩这一款游戏 不少人特地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 吸引民众的眼球 而限量伏带更是相当强受 到7号为止 中部的动漫迷们别错过这次的盛会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